繼續開會 請簡幻中議員質詢 好 謝謝議長 議長我現在請求時間先暫停一下 第一個部分 我這個質詢要跟何全峰議員一起聯合質詢 然後第二個部分我想請 高雄市交通局病書經理科書俊卿科長 以及高雄市人傳公司總經理環昭勳 陳柏昌經理 陳永福經理 陳柏昌經理 請剛剛檢議員念的那三位 請他們進來一試聽 然後等一下開始質詢的時間是九十分鐘 少一個 請總經理就坐 還少一個 對 可以 請 陳柏昌經理 陳柏昌經理 好 接下來開始 好 開始 好 謝謝議長 市長以及市府團隊 好 我想 2008年 那時候馬英九康三任 在臺北發生了一件事情 成年來臺灣 在整個臺北街頭 人民禁止拿國旗唱國歌 國家尊嚴淡然無存 好 這個是當時候的照片 好 很多群眾 不分北中南 都有上臺北街頭 好 之後 2014年 就是去年的太陽花學運 好 那我想 因為福茂協議的通過 然後導致很多大學生 走上街頭 好 那他們要求 退回福茂 捍衛民主 好 之後 反黑鄉課綱運動 也在臺北街頭上演 好 那一群高中生 也被了這個馬政府 逼上街頭 好 那我想 很遺憾的 在 11月14號 齊軍人因為交通的不便 也被逼上街頭 抗議農船公司 我想 只有四個字 可以形容這樣的狀況 叫做 光兵兵法 為什麼我講光兵兵法 好 接下來我想 跟各位說明 第一個 我在去年還沒就職的時候 我11月16號 我已經針對其進度的問題 我去找當時的董事長 張謙謙董事長 那之後我跟李翔人議員 辦了多次會堪 示範跟檢討會 這是一個簡單的解釋路 今年1月12號 第一次現場會堪 決議1月18號做示範 1月18號開始示範之後 現場我們就有做一些決議 包括排隊動線進行分流 並製作大型告示牌引導前進居民 再來1月31號第二次示範 示範的決議也是說 在入口處要做大型的 清楚的告示 引導其進居民可以早點搭船 2月7號進行第三次示範 決議也是希望 有人可以加大整個人行道的指示標語 並在地上標示其進居民專用道的標示 在3月18號 我跟李翔人議員 召集了交通局的船公司 以及地方上的里長 在區公所開其進專用道的檢討會 我們請龍船公司 增加終點能源 並加強員工訓練 並且期待可以在上假班的監工時間 開放其進專用道 然後再請龍船公司做 短、中、長期的規劃 然後在今年的4月3號跟4月6號 利用連假期間 我們再來示範其進專用道 然後接著3月31號 我們在第一次定期大會的時候 也特別針對這個議題 請當時的董事長張清玄 簽來議會做備詢 那董事長也是說 我們要爭取平常日上下班 接種時間跟寒暑假 以及日假日的時候開辦 前進專用道 然後再請龍船公司提出 短、中、長期的改善計畫 好 這個是張清玄董事長 在議事廳的答詢 他初期他說 會做人車分離 擴大分流 然後擴大整個後船區 以令民眾使用 然後中期他說 要做電子閘門 更新的船隻 來增加運載量 長期希望 可以得到港務公司 跟市政府的支持 擴大整個暫停 然後目前 其進專用道 只針對連續假日時使用 接下來 他說他會在 周末日假日時 跟上下班 兼風時間 開辦使用 結果發生怎樣的情形 這些 都沒做了 好 這一天 今年的6月27號 期間 龍舟長 遊客很多 發生爆滿的現象 那天是禮拜六 我還特別打電話 給當時的總統市長張清泉 來反應 拜託他 趕快加派人手 去做引導 好 可是 我所得到的回應 跟我現場去看 沒有人要理我 我問過這件事情 我也有請市長室的辦公室主任 來協助幫忙 後來這一天 只有在哈馬興那一邊 有加派人手 可是 奇經關 還是很亂 好 我也不曉得 什麼原因 張清泉 董事長在7月份 就離開了龍舟公司 那 這對我來說 過去 在7月之前 到底龍舟公司做了什麼 我真的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很期待 新的董事長 就是我們的交付局長 陳局長 來接入龍舟公司董事長之後 可以讓整個龍舟公司 可以更好 可是 我們可以看到 在9月多 我們改了整個動線之後 那邊的狀況 沒有人在那邊指揮 也沒有人在那邊做分流 這張照片 是我在更改動線後 第二天我自己跑去拍的 這個是網上 那邊當地軍人拍 然後上傳到臉書的 那我想講的是 當我那一天 我自己去那邊看的時候 我還在現場 我叫三人 很多奇軍人 反對這樣子的動線更改 我那邊看到的是 手寫的告示牌 這完全都沒有做準備 於是我就發了一個虛誉稿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時 當時 龍渡站的成站長 也就是現場的成軍 也沒有回應說 因為 員工偷懶 所以 沒有去做引導 員工偷懶 今天 就是你們更改動線前 就是9月26號 你們更改動線 你們根本沒有跟地方做完全的溝通 也沒有做好完全的配套 導致行人 汽車 機車 跟公車 爭道 真的是明明的事情 其實 如果你們做好的話 就可以免除 上個禮拜 那一場抗爭 我們在更改動線 前一天 9月25號晚上 成站長打電話給我 他也告訴我說要更改動線 我個人表示說 你們動線怎麼改 都沒關係 可是 我們一定要加派人手 做好告示牌 他跟我說 他一定會加派人手 而且會配有大聲工 而且會有好的告示牌 可是 我隔天去看 什麼都沒有 當時 你們要更改動線的時候 你們在9月11號 你們也有去做一個會議紀錄 這會議紀錄 你們也有張貼出來 上面也寫著 要有專人去做引導 並且會做好相關的標示跟告示 我搞不懂 龍船公司這些幹部 跟我講的 跟我現場去看了 為什麼會不一樣 在這議員來 針對情境度人亂象 包括動線的部分 我已經講到都快不要講了 講到已經都背下來了 由於是增加告示 跟加派人員引導的部分 只要每次 我接到軍民或領長的反應 我都會本能打電話給站長 跟相關的人員 請他們去做處理 這一年來 我觀察到的龍船公司 確實這樣子 第一個 會發生這種事情 沒有定案 就貼簡單的公告 這個發生在今年的9月18號 沒有大吉丁 貼在杜蘭站的時刻表 所以你們今天要改時間 沒有任何官房 再來 我一直針對龍船公司 到底是觀光度紋 還是交通大眾運輸系統 我針對他們 很有意見的部分是 他們給人家的感覺 如果說你是一個大眾運輸 的話 我們現在坐公車 我們公車司機 他一定服裝儀容 都很OK 甚至會跟你說 請謝謝對不起 可是 這是我們目前龍船公司的知福 那我們服務人員態度 也許有少數優秀的服務人員 可是大部分給人家的印象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子 還有 員工 沒事的時候 可以在票口那邊補眠 接著 我要講 今年10月6號 我接到龍船公司 內部員工 給我的陳情也好 他跟我講說 我們目前有八艘杜蘭 在八月份有發生過三次 有四艘杜蘭同時故障的問題 我在當天 我就請我密書 傳給交通局的聯絡人 不管是不是那一行 我覺得裡面寫的東西 值得我去做研究 我去做了解 甚至他有講到信服人的事情 以及整個對人安全的事情 我覺得這很嚴重 即使他沒署名 我還是交給交通局的聯絡人 請他幫我了解 可是我在10月7號 接到龍船公司 另外一位陳經理 打電話來告訴我 這黑行啦 兩個是黑行 就要應付了事 到現在 我要的答案都沒給我 為什麼八月份會 連續發生三次 八艘部門可以壞掉四艘這樣的事情 這也完全沒辦法接受 然後再來為什麼信服人的修理 常常出問題 再來 10月5號下午 交通局長 那一天為了動線的事情 很認真地去 哈馬青的路段去看 他原本 要去奇境地圓站 去視察相關的狀況 好 這個是交通局長要來 11月5號下午4點 龍船公司的人 就依照相關的規定 擺出相關的戰場 可是 局長沒有去 很有趣 他們就把他撤掉了 因為那天 我的秘書剛好去 奇境派出分數所去洽工 然後 他剛好 也在那邊看 整個動線更改後的狀況 發現到 局長去之後 跟局長沒去之後 龍船公司 去怎樣處理了 這樣的會堪 完全 沒做gay 11月5號下午4點40分 我的秘書派到這個東西 三角錐 分圓的東西 全部都撤掉 那一天整個大亂 這是當天的照片 那一天5點之後 整個奇境洪路站 塞爆了 這件事情 也是11月14號 奇境居民 會發動抗爭的導火線 我想知道 高雄市 龍船公司 你們這一年 在做什麼 我發現到的是 在二稿 交通局長 在座這是一位 跟龍船公司 有相關的官員 你們去回想一下 你們這一年 你們替龍船公司 替奇境居民做了什麼 我的結論是 你們二稿交通局長就算了 你們二稿市政府 為什麼 高雄市政府 投入了許多資源在建設奇境 現在奇境人都不會去講 我們花了七億元 去做這個養攤 我們花了快三億元 去蓋了生命紀念館 我們花了七億多 去蓋新的行政中心 去蓋新的奇境醫院 去做新的奇境消防隊 可是 卻因為交通的問題 奇境人整個 對市政人的情緒 大反彈 我主要說的是 真的 要請 龍船公司 好好正式度人問題 不要懶顧民眾的權利 尤其是 十一月十四號 那份抗爭的時候 我們發現 陳局長 一個人 郭鑑如一 在面對群眾的時候 你們在座的四位 端床公司的官 你們也陪在旁邊 你們可以瞞心自願一下 憲局長也不易 過去 我們有提 整個短中長期的一個進化 我也期待 市政府這邊 是不是有人可以協助 陳局長 第一個 好好整頓 龍船公司裡面的組織文化 我覺得 他們需要一定的組織 變革跟改革 我所期待的是 中期計畫 我們要打造新船 那龍船公司也知道 有爭取經費 我要知道 怎麼進步跟啟程 再來 在奇境關這邊 有過去港務局所留下的一個等船區 它可以讓我們去擴大整個奇境 路人站的站體 可以舒緩人跟車的分流 這個到底做了沒 以及 古山門路站 在旁邊 有去物貨的土地 這一大片的土地 可以去加以開發 或加以利用 我不曉得目前的進度 到底做得怎樣 我知道局長很認真 那時候 一些董事長的時候 他有去找海洋局 去找相關的東西 去了解 我想知道 這一塊的可行性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所期待 市政府這邊 可以再多一點力量 來支撐陳局長 讓他可以好好去改革 龍船公司 那我期待 龍船公司今天 我所 請進來的這四位官 有一部電影 我建議你們去看一下 周星馳的九皮之麻關 我想過去這一年 你們到底做了什麼 你們可以儘心自問一下 是不是在二稿交通局長 是不是在二稿高雄市政府 謝謝檢議員 把李喬如跟我們 換中議員兩位 當選之後 長期為這個 旗艇輪渡傳做的努力 也把這個事實的現狀 能夠透過這樣的 總質詢的power 讓市長更了解 我們民間黨議員 我們很認真 我們很打拼 我知道換中 過年也沒效忍 看他沒效忍 我也疼得沒效忍 大家都為到這個 旗艇的專用輪渡傳 篩爆的問題 我們很用心 從這個 事實的典故裡面 沒有一樣 都沒有 沒有這個 闡述得很清楚的 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重點是 我們輪船公司的螺絲鬆了 你們不僅是憲 你們的陳局長不義 也憲我們兩位議員不義 更憲陳市長不義 因為 陳市長在其今 開瓦這次 為今天人要打拼 為今天 為什麼 為連財務 就是因為今天建設好 漂亮到這樣 幾百萬人都來記上 但是因為你們的人力的引導 你們在這個 服務的事業單位裡面 你們沒有經驗 包括建議員剛剛講 你們對自己的 感受 並不謹心謹立 所以在你這個服務的品質裡面 完全的不及格 最重要就是說 在長期以來 我們這樣的努力過程當中 你們並沒有把最重要的事件 該怎麼處理 如果你們的職權 你們的業務 不是你們所能力的時候 你們應該在市政會議 向市長報告 所以為什麼說 你們所有的表現 讓旗艦居民 會反彈抗爭 你們在線 陳市長不義 也陷害我們兩位議員 我們這麼的努力 要掛電話去查 我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但是今天重點是這樣子 市長 我們把這樣的努力 重點是在於 希望 我們更多的觀光客 來到之後 感受之後 旗艦居民也很非常的高興興奮 而不是 但是天天都為了說 這道順座不好 都不記得我們 公市政府 我們拚多少 我們議員努力多少 最重要的 市長 我們的輪船 舊了 真的要多心 剛剛我們姐 給觀眾議員講 四隻主任 拍三隻四隻 這位派 這是要扮演一個 觀光輪渡站的角色 所以我們的主任 真的要太舊歡心了 我們也希望待會兒市長 能夠給我們一個 這個太舊歡心這樣的方案 也能夠做一些比較 正確性 肯定性的 這個 才是 第二個 我們也知道 輪渡站 其實民進黨 在拚建設 民進黨執行的時候 臉筋打拚 把觀光店做得很漂亮 但是 早期 我們沒有執行的時候 會称呼 只是跟旗艦的輪渡 輪渡站 反對什麼 做一個交通而已 其實早期的是 跟旗艦 旗艦人 看這惡董公民 反而是我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正是旗艦居民 才會 投入那麼多的資金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 我們也很高興 把觀光都 鼓勵的龍中 澎湃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當年的一個 政策的規劃 現在 我們應該也要正視它 我們也希望 建議市長 順受考慮 因為有些成績 局長也是沒有辦法 扮演那個角色 像 哈馬先生 剛才我們簡易演講 今天我們這個 哈馬先生 那個 開火的用地 是不是我們地方政府 可以來做交換 把輪渡狀 擴大 如果 附電沒有擴大 你就是 多丹多塞兵 才有最亂 那你的人力 也不可能 百分之百滿足到點 那你要留一個空間 給旗艦莊運到 不可能 那你就是這樣而已 那其後呢 也是一樣 旗艦輪渡 就是這樣而已 你要留給旗艦輪渡 也不可能 那你如果再這樣 換來換去 一樣啦 閃閃閃流都一樣 所以最終呢 解決的方案 還是 其後的輪渡戰 也要擴大 也要擴建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很希望 我們很希望 市長能夠 提示一下 我們 地方喔 在面對 這個輪渡的時候 他們的生活呢 也受到了 嚴重的威脅 跟不方便 所以這一點 待會兒的時候 我們也請市長 能夠給我們兩位議員 一個比較 謝謝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 第一個 我對這樣的作為 我跟兩位議員一樣 非常不滿意 我覺得交通局 陳局長 是一個非常優質的局長 他的交通專業 包括他的 在他的工作上的投注 我們在市府的團隊 大家都對他敬重有加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交通局 陳局長 他認為在輪床公司 任何的改革 我都支持 包括人事的調動 我都支持 如果今天輪床公司 我們給輪床公司 很大的空間 我們認為第一個 他要讓我們既定的輔助 這是一個他們必要交通的勘故 這個部分 把這個度尊做好 讓既定人跟遊客分開 我認為沒有那麼困難 我認為這個部分 我希望 輪床公司在這個部分 立即就在這個部分要做好 如果他在這個過程有任何困難 我覺得我們交通局給予協助 第二個部分 如果期間的渡輪 我們認為渡輪還是經常維修 會有必要的維修 這個都是應該 如果渡輪 我同意 在我們明年的預算 今年已經 就是說明年來不及 但是我願意用我的第二億倍金 支持齊金 增加兩艘新的渡輪 我會覺得讓我們這個齊金的渡輪 依靠天體的空間 做比較好的維修 我不是這樣幾條船在那每天超級的 第三個 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工作夥伴 這些有些這些工作夥伴 我對市政府所有的工作夥伴 我認為大家都是融入一共 今天輪床公司的夥伴 也是市府的同仁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輪床公司的自己的工作夥伴 好好珍惜工作機會 如果在這個專業上 包括我剛剛聽到 我們的局長到現場面對那麼多 婦人物的群眾 我們的輪床公司沒有一個人陪同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不應該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 我會覺得我希望 輪床公司你們好好的檢討 但是我剛已經 跟陳局長說 我們要求今天要求陳局長 來兼任輪床公司的黨署長 就是用他的專業去做改革 改革 如果不改革 我會覺得那我相信 以陳局長的專業 我想我希望他這個部分做好 三個月之內我希望能夠看到成績 我希望看到一個嶄新的輪床公司 所有的工作 妥伴敬 敬業認真 讓市民在搭乘 渡輪的時候 有那種被服務的感覺 我要說輪床公司 我這個是以重心查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部分 農民公司的人員 教育的訓練 工作的訓練 每天的工作紀錄 這個都應該要非常的清楚 我希望我們的科長在這個部分 能夠承擔責任 那當然 我們特別提到 就是 長期來講 我們 哈馬仙和基顧這個航線 從結構性上 我就這個部分要來做一些改變 我會要求我們交通局 鼓勵來幾月 在哈馬仙和基顧 開篇第二航線 在哈馬仙這一端 我們要求交通局 立即跟儀惠協調 增加碼頭的長度 同時可以兼顧 因為他願意從事商業的機能 我們支持 如果沒有 那都發局應該發揮 我們行政上 該有的作為 在基歐 就是我們基點那邊 渡船頭以北這個立地的地帶 可以來增建碼頭 把這個第二個航線開闢起來 包括 未來配合香蕉碼頭的轉運中心 這樣才能結構性來改觀 所以說我希望交通局 陳局長會同都發局 海洋局 針對這個部分 立即處理 跟儀惠 你如果跟儀惠沒辦法交通 那你們在這塊的土地 在都市計畫上 你們就勇敢去做一個變更 這個部分都不必 為了我們高雄市民的公共利益 有所作為 有所不作為 但是市民的利益優先 那我在這裡還是希望 倫床公司 今天倫床公司 新的董事長 就是交通局長 減認不會改變 那希望我們的總經理能夠負責管理的責任 那我希望我們的董事長 在這個部分 所有的工作夥伴 我們大家必須把 倫床公司的形象 希望能夠建立起來 如果倫床公司做得好 我想人民有感 人都會把你們贊聲 會把你們抹落 如果倫床公司一再的被批評 那我覺得倫床公司 該做的改革 我支持交通局長 所有的作為 包括未來 要不要民營化 要不要將來怎麼 這個我都支持 如果你們做得好 市政府當然要支持 如果你們在這個部分 做不好 每個人不敬業不認真 那抱歉 我覺得高雄市民的利益優先 謝謝 好 謝謝市長的財事 好 謝謝市長 那我也期待 陳局長 在今天市長的加持之下 未來的三個月 未來的三年 我們期待 可以慢慢的解決 企經跟哈馬興之間 對流的問題 好 接下來我想 下個議題 就是說 改革市政府 就是在博厄特區這邊 投入相當多的資源 那整個人潮 開始湧進岩城區 那因為人人 大家進來的博厄 所以他其實 投資廠商也變多了 其實年輕人 也慢慢的回來 高雄 也慢慢回來 延城 那我想 我這一段 我想是講說 我們是否整體的 一個觀光政策 那如果說我們有一個 制定好的觀光政策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會出現之前 哈馬興 很多軍民 站在街頭 去阻撓遊覽車的進出 也不會發生 企經的路段這樣的狀況 那接下來 我就用幾個案件 來跟各位 討論一下 觀光政策 制定的重要 跟未來是不是 我們要繼續召開 觀光政策 一個平台會議 年輕人沒有機會出國沒關係 好 那其實 在家就可以做好國民外交 好 其實我們 鼓勵年輕人 其實不用經過公職考試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外交的大使 我要講的是 目前整個網路最新的一個 旅遊方式 叫做Couch Serving 它其實就是沙發重難 就是沙發客 它的對象就是年輕的一個背包客 他必須要在他專屬的網站去做註冊 然後要介紹你自己 介紹你是誰 你所可以提供的技術環境是怎樣的 怎樣的機能 然後以及 你自己的興趣 如果你自己的興趣跟你自己喜好 至少要五樣東西 好 那所有年輕人 所有的自助旅行者 所有的背包客 都會在這樣的一個社群網路之中 去做聯繫 然後去做了解 好 那可是 中央的交通部觀光局 把這樣的社群網站 上網查清 他們把它當作一般的立足屋 那指派高雄市政府的觀光局 去做機查跟開罰 開罰的金額最低18萬 最高90萬 這會影響到整個背包客族群 整個沙發客族群 的一個 他們享受自助旅行的一個 一個狀況 尤其在台灣 好 我舉一個案例 這我目前在處理中 好 就是有一個背包客 他用他們家自己的房間 提供給國際的背包客 好 去做一些國際交流 好 那這個案件 如果按照目前的法律 他最少要被18萬的罰款 好 這是他的網站 他就是住在巨蛋附近 然後離高鐵近 好 然後他簡單的介紹他是誰 然後他的空間 他的房間是怎樣 那這邊 所以有去他那邊住宿過的背包客的一個反應 就覺得屋主很熱情 因為這些屋主也必須要擔任一個所謂導遊的角色 好 所以說沙發双囊來講的話 其實是一個蠻深度的一個旅遊的 欣欣的方式 好 他說甚至在中邪禮的時候 屋主提供給他們衛兵他們一起閃躍 好 好 那這件是簡單 他介紹 他所提供的居住環境 好 然後一個人只要401塊 好 其實這是簡單的一個清潔費 好 這是他所提供的租屋環境 好 那我想 這部分 很多背包客都很習慣 就是藍尼混鋪 好 他就是只有六張船鋪 好 我可以想像六張船鋪一天 401塊 他如果集滿的話也是2400 可是他現在要面對到 是最低18萬的罰款 所以說面對這樣的一個新興的旅遊方式 然後面對這樣的年輕人 願意來提供他的空間 給在國際上旅遊的一個年輕人 背包客可以一個休息 好一個簡單住宿的環境 那我們地方政府是不是有更有彈性的一個行政材料權 可以來提供給這些年輕人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讓跟台灣跟國際之間的交流 可以更加蓬勃的發展 所以說 當我們觀光政策來不及應變的時候 年輕人該怎麼辦 好 其實 我可以想像 如果說他這樣子 這個案子 這樣一直下去 好 這位小姐 他可能也要背負著18萬的罰款 那之前我也知道觀光局有一個案例 有個牧師的女兒 他也是把自家的一個環境 提供給國際的背包客 來做一些國際的交友 可是 那位牧師的女兒 卻因為我們相關法律的規定之下 也被罰款了18萬 好 所以我是比較期待 好 就是政府應該要單單請 然後作為領導者的一個責任 那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 高雄是一個轉型的城市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做城市行銷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辦活動 也在行銷高雄 那我們有沒有去思考過 怎樣才是一個高雄的一個城市的風格 我們這個高雄城市 我們的自衛風格是怎樣 我們有沒有辦法再強化我們在地的認同感 然後吸引觀光客 再一次的來高雄做相關的深度旅遊 為什麼我會舉言成做例子 因為 五湖路上面 從過五湖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有福龍飯店 有花紅飯店 有 smoking jar 還有 還沒有開幕的 漢丸大飯店 出銜路上面 也有好幾家 正在新建中的飯店 景名的官員國小 其實對面 瑜伽十幾成為飯店 最近也要完工 愛瑜飯店 我也知道 最近有人對他有興趣 那 再加上 原先在圓城的中正飯店 跟漢品大飯店 我一直感不懂 為什麼民間敢那麼衝 不斷的投資圓城 讓圓城成為一個飯店 比便利商店 還要多一個區 那 是不是 我們市政府這邊 有沒有相關的數字 來告訴我 這個我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應該有跟 許團聚居團討論過 可是 我們講的都還是很抽象的東西 我搞不懂 為什麼民間敢衝那麼快 那 如果民間敢衝那麼快的話 我覺得 原先的在線 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前幾天 我跟李喬妍議員 有針對原層大高店三圈 我們有開一個公聽會 因為 許多年輕人回來了 他們需要一個創業的空間 可是 國務對於他們來講 門檻太高 他們期待 是不是可以使用 大高店 目前沒有開設店家 當作他們一個文創基地 很多年輕人 他們願意回來原層之後 是不是有一個 足夠的創業的空間 可以提供給他們 這個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 接下來 當那麼多發明 蓋在那邊 我所期待的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 讓我們愛河周章的景觀 然後再次做重新的一個 一個改造 我們可以透過歷史 透過特色 透過文化 透過音樂 藝術跟活動 把我們觀光客 留在原層 然後製造 年輕人返鄉的就業機會 每次講到愛河 我一直蠻期待 過去我當過幕僚的時候 市長有在提 愛河的啤酒街 目前都消失了 我們曉得 未來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好 這張圖片 因為是愛河 因為是愛河 所以我想到的是 日本東京的雨田窗 我想在座很多 局務所很多去過 正是有一年 Panasonic 這間公司 他丟了10萬顆 沒有污染性的LED燈 丟在雨田窗上面 那他所要製造的氣氛 是一個螢火蟲 有螢火蟲的氣氛 可以讓在地遊客 去感受到雨田窗的美 那其實我覺得愛河的部分 我一直比較期待的是 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 適度的開發 也許每個人堅持的城市美學 是不一樣的 可是有些人工的裝飾 並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比較期待的就是說 當那麼多投資客 因為投資原則的時候 原則馬上勢必會有很多觀光客 然後會在原則的街頭走動 到時候愛河會變得很重要 好接下來 我要提的是另外一個都市 叫做威尼斯 威尼斯跟高雄很像 過去也是一個 具有空氣污染的工業城 那經過他們政府 不斷的履歷改造之後 他們轉型為一個觀光城市 那轉型為觀光城市之後呢 他們面臨到一個困境 觀光客來了 卻把在地居民逼走了 那 留下來的在地居民 覺得這不是辦法 於是 他們結合了相關的社團跟學者 跟市政府這邊 做好相關的配套之後 我們也知道 威尼斯現在是個很有名的一個 觀光的水都 他成功轉型的案例 其實跟我們高雄真的很像 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些訊息 好 我剛剛講的這兩個案例 其實也要講的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定好 我們目前適合高雄城市的觀光政策的話 往往都會出現一些問題 變成問題來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 有足夠人要去做解決 那我感謝觀光局 因為我們今年五月份 我們有召開一場公定會 針對整個哈馬欣那邊的觀光政策 然後做一個觀光報告 也感謝觀光局在十一月份的時候 把那個報告做好了 那其實在這報告裡面 有提到最後一點 觀光的部分 其實不僅跟觀光局有關 其實跟文化局 跟我們的交通局 跟我們的金發局 都發局 甚至黃靶局 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高雄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再恢復召開 城市觀光發展會議 因為我知道 過去是由副市長主持的 而且都有例行進召開 可是 最近已經我知道很久沒開了 可是我覺得 目前 我們的這個城市 正在轉型之中 我們弄到許多觀光議題的挑戰 我們需要 一個跨局處的平台 來提供給 我們高雄市觀光局 作為相關觀光政策 立定的一個參考 所以我期待 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觀光局這邊 可以再度的召開 這樣的城市觀光發展會議 然後立定一個 整個高雄的全方面的觀光政策 那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觀光局長來回答 在局長回答之前 檢議員 是不是先讓輪船公司的黃總經理 他們四人先離開 好 謝謝 請觀光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好 非常謝謝檢議員 對我們整個觀光政策跟環境的 相關的這個指教 首先就檢議員提的這個 城市觀光發展會 我們局裡面正在匯整 相關的這個資料 已經準備要簽報 然後讓市府 這個副市長以上的主管 長官來召開這個協調會 因為牽涉到不只是觀光局 剛剛有提到 不管是文化 環保 甚至是經濟跟這個 其他的領域都會一起 跟觀光的這個環境的塑造密切的關係 這部分先跟檢議員做這樣的回報 那第二個部分呢 官檢議員剛剛提到這個 culture serving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這個不只是高雄市 這個全國都碰到這樣子 所謂的這個 我們講的民宿也好 所謂的這個背包客 那其實早在兩年前 我們觀光局就用局函的身份 跟這個交通部觀光局來提到說 針對這個新興的 這樣子台灣各城市都會碰到的 這個旅遊現象 是否我們在管理上面 能夠更細緻一點 在既有的觀光發展條例的管理之下 能不能再設一個層次 來管理這個日豬 所謂的這個民宿 但是我們這個部裡面 認為說目前牽涉到這個整個 觀光發展條例的修訂 所以它還不是傾向於說 把這部分另定一個這個欄位來管理 所以目前變成我們地方政府 還是萬一接到這個投訴 或是任何的這個 有這個檢舉就必須要去查 而且交通部觀光局也沒有授權 地方政府可以彈性處理 這是目前的困境 不過我想我們不斷的 包括屏東的觀光局也一樣 不斷的跟中央政府來反映說 針對這個現象我們必須要 好好的來思考說 怎麼樣來做好的妥善的處理 因為不管它 它就是散佈在各個市區角度 我們也沒有足夠的人力去 組合一間一間清查 這不可能做到 那以期讓它放任在各個這個角落 不如有一個辦法納入管理 是比較好的 這是我們不斷的建議 那目前我們也透過 立委這邊的共聽會 希望把這個事情 能夠做一個妥善的這個應用跟處理 那這部分我們還會繼續來努力 那這個再跟這個檢議員做這樣的一個回報 以上謝謝 我比較期待說是不是 市政府在我們還有一定的行政財產權的狀況下 來協助這些年輕人做一些改善 但一下子你看 其實它也不是以營業為主 它還要負責接待他們 帶他們去做深度旅遊 那其實我剛才那個案例 它一個人就著收401塊的一個清潔費用 它不像一般我們所謂印象中的陸居屋 一天你住就要兩千塊三千塊 其實它是在做一個深度旅遊 跟適當的一個做一個國民外交 但是這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在我們有 縣的行政財產權的範圍之下 來協助這些年輕人 不然一段開下去 一個就十八萬 這對人來說 這是一年很大的負擔 好的 我們這部分來找學者專家 我們再來研究 在自治範圍之內 找取一個方式來協助這些年輕人 好那市長是不是 請市長 好那副市長 請副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檢議員 我想這一個沿城區這幾年 在博二的帶動之下 的確其實展開了很多不一樣的文創的氛圍 那是不是有一些這一個文創進駐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不能用單純的這個住宿或者一般的商業行為來看待 我認為這個應該要有彈性跟空間 才能夠讓我們這個整個沿城這個老城區的這個文創事業 獲得進一步的活力 那我想這一個部分我們當然會來協助這個觀光局 然後請獨法局來協助 那一起跟民間這一邊 到底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境 在法規上面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鬆綁 能夠符合就是說 我還是強調 其實有些東西你不能夠單單用民宿 或者是說商業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文創的這個發展 能夠獲得更大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願意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好 謝謝副市長